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他也曾经关于咱们枪枪三燃行的报道里边 因为我谢绝了他的采访 所以他们找来一个声称在咱们节目干过 实际上完全是冒称的这么一个人 胡说八道一通也没有核实 所以也就那么当然也不算诋毁咱们 但是当时就让我 但你还看了这个杂志 我看了就是当时感觉这么有文化的一个杂志 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但是毕竟这还是我现在看的最多的 一个杂志就是三联生活周刊 除了这个香港报纸娱乐版之外 我最爱看的 我说是吧 我看到这个为什么做鲁迅这个专号呢 好像是鲁迅什么百年大庆之类的 是吧 那也是130年名单 然后是不式的120年名单 他俩差十年 哎呦你看 这两人 再过五年 现在是12年吧 如果到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看鲁迅是80后 胡适是90后 哦 就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世界是被80后90后这样改造的 所以今天的80后90后想想再过五年 你能做什么 当然是就位鲁迅呢 都感觉都被咱们舌头跟着嚼烂了 是吧 但是我倒觉得我看了这个三联这个东西 我看见这个有个叫舒可文的 嗯 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啊 他们那个很资深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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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哎我就想起当年民国有个影后叫什么舒秀文 是不是 不是 老介美女 民国娱乐吧 没说民国娱乐吧 他写了一个鲁迅之遗 给我点新的启发 咱们先看看人三联上这个选的一些鲁迅的照片啊 还是值得再看一下鲁迅这个百年大庆 你看长这模样 我跟你说 我看了三联选的这回这一集照片之后 我发现了鲁迅哥哥很懂美 他要不留这两瓶小胡子 你不知道他真人长得有多难看 他非常成功的美化了他的形象 形象塑造 哎不信你待会再看 你看你看这鲁迅挺好的吧 挺挺感觉 你看下一下 陈丹钦就老说他很有样子 这是那个看客 看客就是当时你看中国人就看了 这是砍头 这砍头的那一幕拽着脑袋 对吧 几个人勒着胳膊就要砍 周围人来看看 然后再看 你瞧见没有 这是在仙台医学学校的时候的鲁迅 下面一个鲁迅 下面是鲁迅 你想这个丑样子 后来我就发现他很懂美 你知道吗 他自己一留两瓶胡子呢 不丑 这些年轻的学生们 上边那个叫施林 是当时在仙台唯一的两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我待会要跟你讲 咱们先看完照片 这个是施林 这就是鲁迅 肖伯纳 蔡元培 对 合影 你看鲁迅现在就有样子 这是鲁迅跟这个 这是被很多人用的一张照片 对 木克家的这个照片 对 就所以说啊 这个我看了他这个杂志里边这一组文章啊 我就感觉过去很多事 比如说鲁迅当时为什么要去仙台这个去学医 但明明有个很近的学医 有个很近的学校去 为什么要去很远的这个学校 鲁迅后来自己在呐喊的秩序里 他给自己解释 挺形状 所以说第一个想这么治病救人呢 大体就是拯救中国人呢 或者是治好那些 他爸爸可能是被中医耽误了 但是人家后来有人说呀 这个也是后来给自己的解释 你看这种解释本身反映 我认为鲁迅呢有旧事情节 就是他因为他为什么有旧事情节呢 这个长长房 他们家生他的时候那也是大庆啊 长子长房长孙 所以实际这个人呢 应该是有承担的 有担当的一个人 使命感 特别是受的士大夫这整套的教育 这个不奇怪 所以你看他后来讲他为什么学医去解释 可是现在这个杂志里的一些新的采访告诉我们 他当年去那里啊 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只是为了那里没有中国人 你知道吗 他另外周围这帮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的言行 你像他这种很尖刻锐利的人呢 这帮人的所说所作所为 也让他觉得反胃 所以他要跑到最远的仙台 医学学校去 因为那里他那个学校 只有他一个留学生 另外的一个学校就有我刚才说的这个 失灵 现在还有很多留学生在海外 不愿意跟同胞一起 整天在一起吃饺子啊 一起打牌啊 聊天啊 有人说你这是忘本 或者是你自己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 但是我有时候也理解他们的想法 我完全理解 为什么要出国呢 我出了国 我还增添给你斗地阻碍 然后还天天看央视 摇春晚 听播的 忙的不如留在北京 对对对 真的是 鲁迅当年有点瞧不上眼的 就是这帮人 他甚至就说啊 他说我怀疑这些个人啊 自己闷在屋里啊 吃那个炖牛肉 他说要吃炖牛肉 在国内也可以吃炖牛肉 为什么跑到日本来吃炖牛肉 对就是啊 不过仙台那个地方呢 后来有了鲁迅之后呢 名气就很大了 那那个地方到现在 还有个鲁迅的铜像 而正好是去年地震的时候 那个海啸啊 跟那个地震 其实对这个校园吹彩很大 但有朋友马上去看了之后 发现这个鲁迅铜雕 还好好的在那 但是查出来呢 查不到当时他看的那个片子 他不是说他人生 有点吧 但日本的材料 就是说这个大学里 没有放过这个幻灯片 就是就是怎么也 所以鲁迅有很多回忆啊 很多人怀疑 他是有的是文学虚构 绝对的 他可能是有一个联想 他讲到这样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其实我有时候主持节目 也在这路子 他说我可能是把山西的脸 上海的身子 什么北京的腿 放在了一起 他说都是真的 但是他重新 他说他爸爸去的时候 大家拼命哭 他心里就觉得 为什么不让他平静的去呢 但后来周作人晚年回忆 说他父亲去的时候 大家并没有嚎啕大哭 就是其实并没有这个样子 但是鲁迅在父亲的病里边 是作为一个反礼教的 一个重要证据 说大家为什么要惊扰他呢 我课堂上也看到了解 你们相信周作人的回忆呢 还是鲁迅当初呢 感觉上鲁迅可能是做了文学夸张 而且呢 我就说人家舒克文 读出来的一个鲁迅的新想法 是什么呢 过去咱们老觉得鲁迅就是个PPP 批判你们呀 就是说他就发现了 鲁迅其实是有建设的 有树立的 是什么呢 当年他有两篇古文的文章 反正一般人看不太懂 比如说破恶声论 这是他的一个文章 那么那为什么说鲁迅特别有现实意义啊 那个时候啊 他就看着这些人们在聊啊 聊聊聊聊聊 他就觉得有几个毛病 一个是破迷信 一个是重侵略 什么同文字弃祖国上七一 这什么意思 我具体跟你讲讲啊 比如说啊 过去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 你看到今天咱们也在说中国人没有宗教 但是就鲁迅当时说过 他说其实我们中国啊 有一种文化叫做普虫万物 其实就犯神论 就是远古的时候 中国人曾经万物有灵 就是你看一个成敬二字嘛 尊敬一切的东西 但是鲁迅说后来随着民生艰难呢 这个玩意儿就荒废了 但是他就说 所谓重建民族精神呢 他就说这个 中国人信仰万物都有灵性 崇拜有形的万物 如果有些人说这种崇拜是迷信 是荒诞 那么鲁迅就反问 对于你们信的那些无形的神灵 单一的神 你怎么就能确定 他是唯一正确的信仰呢 所以鲁迅当时甚至就说 中国的国民精神啊 中国人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呢 其实也可以让他存在 这也是中国人的文化当中的一个 一种精神世界 再有一个啊 他就讲到 其实就跟今天说的有些个爱国贼似的 你不能整天弄着 你说我们要打这儿 我们要打那儿 打那儿 鲁迅当时就在批评这种 他就说啊 这是一种兽性的爱国 兽性的爱国 鲁迅呢 也没有反对共和 也没有反对革命 但是呢 他只是愤然于这些人呢 老说中国强大了以后 甚至你看杂志里说 为什么要我们崇拜兽性呢 这个当年的恶声 跟一百年后的和尚大国崛起 是不是存在着血脉联系 鲁迅当时就讽刺这些人 也没讽刺 就说啊 你们就忘了 我们中华也是一个受侵略的国家 你们怎么在这鼓吹 我们强大了 我们要打这个 我们要 你看像今天很多公司 我们要有狼性 我们有 中国华长 我们就没有 他讲的这个兽性 其实就是今天所讲的狼性 现在到处讲 我们应该有狼性 说中华民族里边缺乏的就是这种 狼性 那你要干嘛呢 就是我们一直做羊 被人欺负 所以我们总有一天 我们也要欺负人家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他没有检讨 这个世界 不应该只有羊跟狼 对不对 那这个很奇怪 这个其实跟我们中国人 总觉得自己不是狼 都是羊 那我们很多周边国家 不是这么认为的 比如说现在跟我们的关系 闹得比较紧张的地方 韩国人 越南人 他们都觉得我们是狼 他们历史上 从来都觉得我们是狼 从来都觉得就是我们是侵略者 比如说越南有一些民族英雄 那个叫什么是两姐妹 那个后来战死了 为什么是民族英雄 当年是抵抗中国军队入侵了 他们说 所以这个世界啊 互相都是对方眼中的狼 对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样的小 staying 啊 啊 哈哈 啊 啊 另外就是重提这个国民性 那个那天我们做节目中间休息的时候 跟文道聊起一个 他说他小时候是先读胡适后读鲁迅 开始就觉得胡适有道理 后来现在看看觉得鲁迅讲的有道理 我仍然是很受胡适影响 但是我越来越能够同情的理解 甚至慢慢认同鲁迅对中国的那种悲观 那种虚无那种绝望是怎么回事 我是倒过来 我是先读鲁迅后读胡适 我的看法就是说 那天说了嘛 药方是胡适开的好 改良 病情是鲁迅看的透 你中国的事情看的越多 你就越觉得鲁迅厉害 这个前两年曾经有一种观点 就是否定鲁迅的这一套 就认为没有什么国民性这一双 人嘛都大体 人性都相近 所以认为鲁迅呢 单调出一个国民性来 是一种太夸张的一种说法 可是呢 我也是近些近些年啊 越来越觉得有国民性这种东西 对也许任何一个单个的中国人他都是特别的 对吧 但是的确你会发现把咱们全靠在一旷 他就是有他一种中国人的一些个共同的特征 可是我觉得这个说法要很小心来来来处理他 为什么呢 因为当鲁迅当年在 其实不是鲁迅一个人在谈国民性 这大家不要全部都归功或归罪于他 是那整个年代 不止中国 而且是从日本开始 没错 当时是全世界 德国开始 就都喜欢谈国民性 那是整个民族主义国家 正在有些国家转型为军事独裁国家的那个历史阶段 最喜欢谈国民性 那么所以我们要了解当年谈国民性那个概念啊 它是有背景的 它里面的含义是很复杂的 不是我们就平常简单说的 哦这个社会有种独特的文化 任何社会任何群体都会有 你变成一条村的人 说不定都有他们村子里头 一种集体互动形成的性格 跟别的村是不一样 但这个跟国民性是不同的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国民性神话 它的危险的地方在于 它不只让大家相信 这13亿人 好像都有某些共同的东西 而且还让大家相信 这些共同的东西啊 是从很久远的时候 到现在就都没变过的 然后又让大家相信 这个东西将来恐怕还是不会变的 而这些东西呢 又藏在什么地方 藏在很深很深的地方 深到什么程度呢 不知道 极其无意识 对 民族文化积淀 那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危险的地方呢 第一就是太过简化了 对不对 第二呢 就是当你把东西上升到那么高 或者那么深的深度的时候 你这个批判就没有意义了 诚意太高 我也觉得这个大概念 国民性我们要反复推敲 但是鲁迅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会发现 你今天我们碰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重复重复 但你就会发现 只有一个鲁迅 真的只有他 你会碰碰到一句话 发现 他早就说了这个事情了 没错 对不对 这个真是 你别的人你找不起 我们一百年是没变过的 他怎么能够就是看到这么透呢 你就真是要佩服他 读书人呢 我们读书人呢 都不整齐 我反过来想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啊 太多问题了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 学问做得很好 可是对于大是大非的问题 故意不看 故意不问 也有的人 看大是大非的问题 然后自己呢 调整风向 把专业的观点都悄悄转变了 在银河不知道什么东西 也有些人呢 学问好好做吧 跑出去 装风卖啥 换风换雨 还有些人呢 学问做得不错 挺正经的 看见女孩子就不行了 所有这些读书人的缺点都有 可是我们在一个 共同的镜子面前 就是鲁迅这个镜子面前 我们都能够反省到自己 我觉得真的是一面镜子 就是说刚才我们讲 我们都犯各种各样的错 我们都有很多错 但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着鲁迅这面镜子 我们都还能发现自己身上 还有点好的东西 这个就是很重要 这什么叫思想家 什么叫 在这个意义上 我同意毛泽东说的话 他中华文化的方向 我真的 我就说毛泽东说 他跟鲁迅的心相通 在这一点上 我跟毛泽东的心也相通了 对 毛泽东后来就说呀 说当年在北京的时候 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我都见过 最遗憾的就是没见过鲁迅 其实当时住的很近 鲁迅曾经很长期住在 绍兴会馆 你想鲁迅当时 这边是绍兴会馆 叫什么藤花馆 他住在这儿啊 什么东边是 康有为住那广东会馆 不一定东边 那边又是那个 谭思同住的 其实红楼那块很近 那个会馆 你知道吗 就是他住的非常近 但是你像你刚才讲的 鲁迅也有说的 就是他其实骂得最狠的 就是知识分子 就好像他比如说 说毁灭民族文化这事 他就说那些拆庙啊 这个这个拆坟呢 什么这些个事情 他历史上你 你就看啊 他说多半都是这些个 有信仰 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 干的 反而普通的乡间的农民 不会参与这种 大规模的破坏 就破坏不是他们搞的 你也讲了 对也的确是 像今天猜东西的那些官员 他们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按中国古代标准 也算士大夫 士大夫指的就是 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做了官 对不对 没错 然后就来 这个概念 我在他的概念里面 他不大用知识分子这个字 但他的概念里面 有知识有文化 那都是骂人的话 对没错 所以鲁迅很多话 咱们学老师微博 还还还还还还 还还还还还还 发了一段话 我们也可以念念 但又很有现实意义 你看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 用蛮和骗 造出奇妙的逃路 自以为是正路 事实上 亡国一次 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 后来美不想光复 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 遭劫一次 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猎女 事过之后 也美美不思成兄自卫 却只顾歌勇那一群猎女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奥巴马在国情资文中 表达雄心壮志 要夺回制造业亡国宝座 中美激争路死谁手 中国在宝座上还能做多久 石其平为您分析 美非军事合作 美国新岛链战略如何布局 欧债危机 龙债女也 还是龙困女也 默克尔这个铁娘子能有多铁 如何观察他的访华之行 世界经济论坛也需要大转型 如何转 时评大财经 星期四晚上 凤凰为时钟安排 红花国色 江湘典范 红红火火 过新年 红花狼 其实鲁迅在日本呢 他有过一种想逃离中国人的情绪 但是最后逃逃逃 不是说又在那幻灯片上看见 他说还是逃不过中国人嘛 因为现在在杂志里讲 就是说他在那个学校啊 被日本学生欺负过 就瞧不起的 知那儿什么的这种 他成绩不好 他在现在成绩也不好 然后呢 鲁迅啊 现在他们可以找出他很多问题 包括他对革命的态度 比方说他说他为什么不参加革命 因为他受不了 你在下命令 然后你在这里高谈扩论 别人在为你牺牲 对 所以比方说他跟女人的关系 比方说我们可以讲很多 对不对 包括他这个最著名的 跟那个周作人 跟他太太的这个公案 对不对 包括他跟徐广平的关系 后面有很多人讲 他跟徐广平一直到怀孕了才承认 很多时候都在他的三楼 一直叫他的秘书 来来去去 就徐广平跟他在一起到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再怎么讲鲁迅的 可能是因为我从小看的书 我就形容有一个偶像或者信仰 我觉得所有这边 你们讲了他一大堆 一点无损我心目当中的鲁迅 包括他有很多看法错 他有很多大的概念错 还是 因为他只要有这么支言片语 比方刚才我们读的那些东西 我自己写东西 我讲话 我说不清楚 我觉得他啪一下 就把我们现在大家运渐迷糊的问题 讲得这么的清楚 所以我还是重复那句话 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群体 很多做了很差的事情 但是有一条 这个镜子是对的 我们都在他面前 我们也 徐老师 咱们不是说要评价什么鲁迅的 而是说你其实到底他到底是不是 棋手啊 这个也有很多争议 对吗 但是我是说呢 现在就是这个人呢 好像能让我们开放一些新的信息啊 对他有一个更全面 因为我相信无论如何 他也是个人 他不是非人 你知道吗 他不是非 他一定是个人 是个人呢 就有人可以理解的理路 我认为 只是对他信息还是不够全 全了之后 我认为啊 其实我老觉得世界上没什么超人 都能理解 就是这一点一滴啊 慢慢的 但是只不过你得到的信息太少 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我反而会觉得 我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他的信息 我不需要啊 就是我 我干嘛要了解努迅那么多 然后好像了解更多 这我就能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坏人 这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我读了他的书 我生活在一个努迅 影响了参与塑造的 这么一个文化里面 这个东西里面 他留给我什么 比如说我觉得 就是从球迷的角度来讲 我是阿森纳球迷 前几天我看到亨利回阿森纳 踢球 还进了一球 过去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哎呀 其实不怎么样 然后觉得 他前两年 那个对法国队 对爱尔兰队 弄假 害人家出局 进不了世界杯 对对对 很难看 但是问题甚至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 他在这个球会 他贡献过什么 他留下什么 对不对 所以同样看 努迅也是 我才不在乎 他跟女人关系怎么样 那关我什么事 但是你知道 那是他跟徐广 比较我们的事 但是这对我们 大陆人的这个精神史 确实是绕不过去 很有关系 徐老师我指的 就是说我们还掌握资料不够 就是说 比如说政治方面 鲁迅背后跟政治政党 发生过一些什么关系 我认为还有很多内幕 当然徐旧还有很多内幕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区江楼贯文明启示录